克里米亚再度遇袭 俄军口径巡航导弹被炸成废铁 围绕克里米亚的争夺战才刚刚开始 最近乌克兰国防部宣布 克里米亚北部城市战科一事发生爆炸 导致俄罗斯的口径导弹在运输过程中被毁 注意这个发生爆炸 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谁干的 另一边 针对口径导弹损毁这件事 俄罗斯却表示纯属无稽之谈 战科一事确实发生了爆炸 但是附近并没有军事目标 也没有提到口径导弹的损失 二者说法不同 那么口径导弹到底有没有损毁 战科一预袭又意味着什么 按照乌克兰的说法 战科一事预袭导致口径导弹损毁 这批口径导弹原本是给黑海舰队准备的 用来攻击乌克兰本土 被炸的时候 刚运到前线 正在通过铁路运往黑海舰队驻地 这下计划直接泡汤了 不过乌克兰说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发生爆炸 这就表示不是我动的手 不为这件事负责 也没有说是什么武器造成的爆炸 不过克里米亚地区在这个时间预袭 谁做的根本不用想 难不成还是俄军士兵的烟头导致的 而对于预袭这件事 俄罗斯的说法与乌克兰国防部的说法完全不同 根据塔斯社的报道 战科一事是被无人机袭击 并被当地方空系统拦截 只是无人机上的炸药损坏了两处建筑 并导致一人受伤 并没有提到口径导弹损失的事情 还说附近没有军事目标 二者唯一的相同点 就是战科一事遭遇袭击 这点火力军并不意外 战科一事是克里米亚地区的交通枢纽 公路和铁路运输比较方便 使乌克兰南部俄军 获得后勤补给的重要运输关卡 同时该地附近还有一个军用机场 地理位置那么重要 被袭击也只是情理之中 只是口径导弹到底有没有预袭 火力军也不好确定 毕竟没证据 按照俄罗斯那边的说法 黑海舰队需要补充弹药 可以通过塞瓦斯托波尔航运 不需要占用铁路运力运输 而且像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一般都是大型汽车直接给军舰和导弹部队分散送的 然后再分散装到军队和导弹发射车上 不太会使用火车运输 不过乌军南部作战部队发言人认为 俄军在后勤上已经丢了很多脸面了 后勤失败基本是大众皆知 所以俄罗斯并不会提及口径导弹被毁事件 只能平静地处理这事 打碎牙也只能自己吞下去 同时美国动力网站也说明 现在没有什么证据显示 俄军有大批口径导弹损失 也不清楚乌军动用了什么型号的无人机 以及出动的无人机数量 但可以确定的是 乌军一直都想攻击克里米亚地区的 俄军基地和重要设施 如果真的是乌军无人机 成功袭击了俄罗斯运输军用武器的火车 不管这列火车是停在火车站 或者是运输途中 都说明 乌军在克里米亚当地具备广泛 并且传输及时的情报来源 考虑到火车会随时移动 乌军不太可能使用 类似图141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 更可能的 还是就近起飞携带炸药的无人机 并且在火车附近潜伏人员的引导下 发动精准打击 火力军估计 乌军无人机对火车的攻击 也会引起连锁反应 俄军之所以对乌克兰后方的运输打击力度有限 最大的原因就是 远程导弹的命中精度不够 很少有直接炸毁乌军西部铁路的消息 当然铁路被炸毁 修复起来也不难 但如果俄军学乌军战术 依靠潜伏人员引导无人机袭击火车 估计会对乌军造成一定的麻烦 同时 如果口径导弹真的被炸毁 那少一股可就要头疼了 俄军紧缺炮弹和导弹这事 霍利军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巴赫木特那边的瓦格纳雇佣兵创始人普里格金 也多次公开喊话俄国防部赶紧提供武器弹药 要不然就要拼刺刀了 之前少一股也视察了莫斯科地区的战术导弹武器工厂 并要求工厂日夜开工 尽量让高精度武器的产量翻倍 如果乌军宣布的消息是真的 或许说明俄军那边还能造这种精确导弹 只是几架无人机直接把口径炸没了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而且乌军袭击战科一事 或许说明乌军已经准备解放克里米亚了 当然 虽然当前的俄乌双方在乌东缠斗 乌军也没再频繁表示要收复克里米亚 但这不代表克里米亚之战不会发生 反而是乌克兰在收复克里米亚问题上从未改口 而乌军这次袭击战科一事 正好是普京访问克里米亚之后 不排除这是报复 同时也解释了乌克兰的想法 含河不可能 而且还有个比较稀奇的是 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海牙国际法庭以战争罪 以及非法携带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境内为由 发出国际通缉令 直接公开处刑普京 德国还高调表示 普京如果入境德国 德方会将其逮捕 这就说明了北约压根就没有跟普京弹劾的可能 这纯属是给普京找事干 毕竟各国也都知道 就算是通缉普京 俄罗斯也不会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实际上从俄乌战争开始 各国的军事人员都已经确定 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 就是俄罗斯内部发生变化 比如普京在内的领导层出局 甚至是二次接体 而俄罗斯在2014年就克里米亚划入自己的地盘 自然是不愿意将克里米亚拱手相让 一直警告乌克兰不要染指克里米亚 之前俄罗斯苏尔7在克里米亚西侧海域 与美国死神无人机正面对抗 估计就是对北约的警告 只是很可惜没什么用 俄乌双方势必会在克里米亚展开激战 直到有一方投降为止 当然如果乌克兰要收复克里米亚 北约自然也是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就比如美国肯定是打头阵 目前美国的态度比较模糊 内部有一定的分歧 国务卿比较强硬 表示我们一定要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武器 帮助乌克兰达到自己的目标 另一方面 五角大楼的说法比较保守 认为乌克兰在乌东激战的情况下 不会武力收服克里米亚 不过就最终的结果来看 主流还是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点在原武坦克陆射小直径炸弹就能看出来 其他北约国家也是如此 从最初的原武毒刺星光 升级到现在的远程武器 比如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而且按照英国的说法 自己原武武器 乌克兰用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 那就是乌克兰自己的事情 当然乌克兰也对谈判不感兴趣 反而更愿意接受北约的建议 与俄罗斯决战到底 说实话在俄罗斯还控制部分乌克兰领土的情况下 武力收服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唯一可行的方式 所以经常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军事设备 战克一世遇袭之后 乌军就再次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军事目标 同时还出动了三艘小型无人艇 虽说有俄军的防空系统在 摧毁了大部分的无人设备 但是光鱼波就损毁了黑海舰队的部分建筑 不过俄军的黑海舰队就剩下大猫小猫三两只 保护的比较好 暂时没有受到损伤 当然按照俄罗斯的脾气 乌军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自然要报复回来 最近乌克兰奥德萨和哈尔科夫 就再次响起了警报声 奥德萨的机场都被导弹炸了 按照俄军的说法 新机克里米亚的无人机就是从该机场起飞的 从整体的形势来看 虽然俄乌双方在克里米亚地区 没有大规模的战事 但互相骚扰是常识 而且大规模的战事估计就要来了 当然 火力军也不是随便说的 有太多的证据了 乌克兰去年就说要夺回克里米亚 准备自然是要有的 乌军之所以坚守战略意义不大的巴赫木特 就是为了牵制俄军的主力 随后乌军集中资源 在其他地区发动反攻 比如乌军正在集结新部队 火力军之前说过 乌克兰正在组建八个突击旅 按照乌军的编制 这将是一支三万人左右的作战力量 并且基本上都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乌克兰从去年就开始计划反攻克里米亚 这次新组建八个旅 不排除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反攻方案 其次还有美国原屋的GLSDB 陆射小直径炸弹 也是用海马斯发射的 但是射程达到了150公里 直接让乌军的打击范围扩大一倍 能更轻松的打击俄军的纵深目标 对于乌军而言 完全可以复刻在赫尔松的战术 切断俄军后勤配合袭击火车站 进攻的速度要远超当初的赫尔松 还有北约原屋的坦克联盟 虽说北约加大原屋力度的原因是预防俄军的春季大反攻 但坦克的作用还是攻坚 如果只是单纯的防御作战 多提供点情报炮弹以及无人机就够了 等这些坦克陆续到账之后 乌军的突击能力就能在上一个台阶 要说乌军没点进攻的想法 霍利军第一个不信 所以反攻是必然的 但是具体在什么时间哪个方位 按照什么路线以多大力量发动反攻 说不准 3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官员透露了两个方案 加上其他媒体的答案 反攻时间大概率在5月 到那时候乌克兰绒兵期结束 有利于装甲部队机动 至于反攻路线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从赫尔松越过蒂涅伯河 向南推进攻入克里米亚 只是乌军两西登陆作战能力偏弱 不知道到时候乌军会怎么处理 第二条方案是从北部向东推进至俄边境 之后再向西南推进 直接切断陆军的陆地走廊 这条路需要横扫卢干斯克 直查巴赫木特俄军后方 之后切断连接克里米亚的大路桥 最初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势的目的之一 就是将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军控制的地区连接起来 就是想要解决 克斥大桥运输能力不足 并且容易遇到攻击的困境 反之切断大路桥 俄军的后勤就会出现问题 攻击路线虽然有点曲折 但是可以解放整个卢干斯克 半个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 赫尔松全境 以及克里米亚 不过第二条路的难度有点高 按照双方兵力部署来看 乌军大概率还是从赫尔松取到 当然 马里乌波尔也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虽说马里乌波尔的战火已经停息 但是它距离最近的战场 其实还不到100公里 理论上 乌军一旦突破俄军防线 一路穿插到马里乌波尔 就可以将乌克兰东部与克里米亚 以及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切割开来 单靠克里米亚大桥 很难维持数万俄军 以及整个克里米亚民众的需求 至于武器装备 火力军只能说够用 但不嫌多 北约之前原屋的武器 已经可以满足编制需求 就主战坦克一项 几乎与英军装备的数量相同 可以说 乌军新成军的部队 在欧洲也能排个不错的名次 至于空中力量 乌军的实力也不差 乌克兰已经获得了美制GDAM 以及哈姆反辐射导弹 AM120等弹药 还有波兰支援的米格29 如果考虑弹药的精准程度 对地火力支援 俄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其中最好用的肯定就是GDAM了 价格便宜 3万美元一枚 性能也好 花香距离72公里 命中精度达到米级别 如果不限数量对俄军发动打击的话 估计要比海马斯更强 总的来说 按照乌克兰的说法 等到武器弹药到位之后 是肯定要解放克里米亚的 至于时间和方式 火力军也说不准 战场瞬息万变 只能做一个大概的猜测 各位如果有不同的见解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